再去这个阳台花园 把这一个开拜的绣球花给修剪一下 这个绣球花的花瓣已经开始转绿了 说明它要开拜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把它给剪掉 让它底下的侧芽更好长出来 来年开花的话就会更爆 那这个绣球花开拜之后 要从哪个地方剪呢 有大部分的枝条都是像这一种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花朵往下大概一两对叶子的地方 会萌发出这个新芽来 大家只要看这个芽比较壮的 把它往从上面这个地方剪掉就可以 还有一种就是像这一种的 它的花朵往底下这个地方 这个芽不明显的 那这一种怎么剪呢 基本的原则就是 大家看到没像我的这个 给它从这个地方剪掉就可以 花朵往下一对叶子 然后从这个地方剪掉 因为它的这个枝条总的不长 可以剪掉这个枝条留个三分之二左右就可以 这样一盆就剪好了 因为这一盆它整的珠形不是很大 所以就不用再剪其他的枝条 如果这个珠形是比较旺盛 比较茂盛的话 还要把一些比较瘦陋的枝条给它剪掉 更利于它通风 像我的这一个这么稀稀拉拉的通风就非常好了 这一盆就会剪掉 剪下来的这个花朵如果像这个一样 还这么的漂亮的话 可以把它画起来做成当花欣赏 能欣赏很久哦 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